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财经快聊天节目 今天我们要深入探讨三个引人注目的财经话题 分别涉及存款利率的下调 方大系的投资动向 还有上海电器的重大收购 首先 存款利率下调的消息如同晴天霹雳 2024年10月18日银行的存款利率再次下降 让我们的存款收益大打折扣 如果你在这一天存入10万 利息将比之前少25元 这可真是心痛的损失 而且 未来利率还可能会进一步下降 让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存钱的策略 接着 我们聚焦于方大系的动向 他们决定在证券投资上再加码7000万元 这可不是小数目 然而 过去的投资经历却让人心惊 浮亏的数字让我们对他们的未来充满疑虑 这次的投资能否带来转机 还需要时间来检验 最后 上海电器的30亿收购行动引起了广泛关注 他们豪制巨资 收购发纳科机器人的股权 这不仅是一次大手笔的投资 也是未来转型的战略布局 随着政策利好的出现 人形机器人产业的前景令人期待 这些话题都在告诉我们 当前的财经环境充满挑战与机遇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所以 朋友们 你们有没有感受到 这个秋天有点不一样 不仅仅是气温的变化 还有金融界和商业界的这些大动作 真是让人眼花缭乱 无论是存款利率的下调 方大系的证券投资加码 还是上海电器的巨额收购 都让我们看到了不同行业 在当前经济环境下的战略调整和新动向 哎 先说说存款利率下调的事情吧 真的有点让人心塞啊 特别是对那些希望靠存款利息 赚点零花钱的人来说 这个消息简直像是晴天霹雳 想到自己辛辛苦苦存的钱 利息却一降代降 心里总有种 这日子什么时候才到头的 感觉 存十万利息一年少了二十五块 虽然看起来不多 但总有种被蚊子咬了 还不能反抗的无奈感 不过 咱们也得理解银行嘛 毕竟全国商业银行的静息差 一直在缩减 他们的日子也不好过啊 所以 什么时候考虑下 其他的投资方式 比如基金 股票什么的 当然 风险和收益是并存的 买彩票也许更适合 那些爱冒险的小伙伴 但要知道 这条路上充满了挑战和不确定性 至于方大系的证券投资加码 这就像是老朋友又上了赌桌 他们在证券投资上 可是经验丰富啊 不然怎么会在2023年 就敢下手 买那么多旅游公司的股票 虽然有些投资的浮亏的 让人心疼 但瞧 他们在峨眉山A上 还小赚了一笔 这不就是投资的魅力所在吗 有赚有赔 关键是要能承受得起 最后再说说 上海电器的大手笔收购吧 这真是让人大开眼界 30亿收购 发纳科机器人半数股权 看起来不仅是财力的象征 更是对未来产业布局的信心 发纳科机器人的名声 可是响当当的 能加入全球机器人 四大天王行列 这次被上海电器收入囊中 必定会让他们的自动化业务 如虎添翼 想想未来人形机器人 智能机器人 在我们生活中扮演的角色 会越来越重要 也许有一天 我们的家务活 都能交给机器人来干 而我们只需要躺在沙发上 享受生活 想想就觉得很爽啊 当然了 这也需要企业不断创新 和政策支持 希望上海电器 能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 带领我们进入一个 更加智能的时代 所以说 朋友们 无论是金融界的风云变换 还是企业间的战略布局 我们都要学会适应变化 找到属于自己的机会 毕竟 生活就像股市 总有起伏和不确定性 但正因为如此 才更值得期待 不是吗 让我们一起迎接变化 用更开放的心态 去拥抱未来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 六博士的分析 评论 先说说这个存款利率下调的事情吧 真是让人哭笑不得啊 利率下调 这招就像是银行在跟我们搞恶作剧 明明是我们的钱 却越来越不值钱了 存十万块钱一年 利息竟然只减少了二十五元 感觉就好像钱包里的钱 偷偷溜走了 银行这招就像是给我们上了一课 存钱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 而且你还得绞尽脑汁想着 怎么让自己的钱不缩水 下次再听到这种消息 大伙是不是得考虑把钱藏在枕头下 再来看看方大系的新动向 这次他们准备大玩证券投资了 中兴商业的投资计划 就像是给投资市场 投下了一颗小炸弹 七千万元的加码 不是个小数目 不知道 这回会不会给他们带来好运 不过 看他们之前投资的经历 就像是在股市里玩过山车 有赚有赔 心脏不好的 还真受不了 不过 正所谓商场如战场 他们的操作 也是为了提升资金使用效率 找找乐子嘛 话说回来 希望这次投资 能带给方大系更多的惊喜 而不是惊吓 最后 上海电器这次30亿的收购 简直是个大动作 这手笔 让我想起了传说中的土豪猎身 一出手就是几十亿 令人咋舌 不过 买下发纳科机器人的半数股权 这个决策 真是让人佩服不已 发纳科机器人 可不是普通玩意儿 那可是机器人界的白富美 上海电器 就像是豹德美人归 不过 虽然这次交易的增值率不高 但对于未来布局 可是相当重要 只希望上海电器 能在机器人领域里玩的转 别让30亿打水漂了 总的来说这些金融投资的消息 让人瞬间清醒 这个世界真不简单 无论是存钱利率下调 还是证券投资 以及大手笔收购 最后拼的还是智慧 希望大家都能从中有所启发 找到属于自己的理财知道 毕竟在这个变化无常的时代 如何让自己的钱袋子鼓起来 才是王道 六度解析 今日华尔街特别节目 全世界顶尖的媒体 全世界顶尖的智库 对时局的及时报道与分析 独一无二 六度解析 随时奉献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